首相男杜斯里 伊斯曼·沙比里 今天在彭恒州主持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闭门会之后 前往参观观丹188塔 这个由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 研发的项目位于观丹和平公园 塔高180米 是继其中坡塔之后的我国第二高塔 抵达观丹188塔之后 首相先是聆听了有关观光塔的简报 并观赏一辆休旅车 随着休旅车的旅游逐渐的普及化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 即将在彭恒州的一个县市 探索这种旅行概念的发展可能 随后首相前往观丹188塔的观景台 从92米的高度360度 全方位观赏观丹的美景 这个具有标志性的旅游景点 自去年12月15号正式开放以来 已经接待了23600名游客 陪同首相一起参与这趟访问行程的领袖 包括了彭恒 邓家楼和吉兰丹三位州大臣 以及财政部长和首相署部长 在 ρ楼业中的禅调 在这里这儿时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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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下香港